日本防务箱,中共在日本附近,单方面加速军事活动,日本防卫向小野四五点,2018年6月29日会见美国防长马蒂斯日本防务官员说,过去一年来中共在日本附近海域迅速加强军事能力和增加军事活动,成为日本防务的一个严重忧虑。 防卫向小野四五点星期一,2018年9月3日,在自卫队年度高级军官会议上说,中共一直在日本周边海域和空域,该方面加快实施军事行动,包括实施新的空中行动,并在有争议岛礁附近派遣和潜艇上星期。 日本防卫省发表了2018年日本防卫,白皮书,以34页的篇幅详细描述了中共对日本军事威胁的背景和当前的实际行动,趁中共很可能在东中国海和西太平洋日本周边海域迅速推进军事行动。 日本防务官员有关中共威胁的描述,正值东京方面趁有信心改善日中关系之时,就在星期天首相安培晋三表示日中关系已经全面重上正轨。 安倍计划下个月访问中国大陆,谋求与他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深化经贸关系。 中共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星期二在报道,日本防卫向有关中共威胁的表述,时称日本又在渲染中共威胁论。